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拨打热线电话 8805 880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为何片刻之后却顾虑重重 挺不满意的当时那段时间 就是交流的话还是稍微有点障碍的吧 甜蜜互动后他们能否改变他们的心意 心有团的话有是否会影响相亲结局 你觉得完美啊 我有一点拉不进 两人最终能否消除误解成功牵手 凡人游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各位好 欢迎收看凡人游喜 我是今天的乡亲特派员张征 一杯药酒 百草香 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须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之间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养肺正当时 气短 闯咳 干咳谈年 你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 治疗 可谈喘 请用养无急盘补肺碗 祖方源自600年前 永泪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 密质而成 药量足 药尽强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碗 好了 各位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位男嘉宾23岁的 一位高大阳光的男孩 这位男孩在日料店工作 好 说起来日料 也是很多年轻的朋友 都喜欢的美食了 那么都说 能够拴住一个人的胃 就能够拴住他的心 那我们这一位阳光大男孩 这双温暖的手 愿意去呵护谁呢 来 我们通过短片 一起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李杰 今年23岁 身高1米82 然后是在观察的一家 一个日料后厨 然后月薪的话是 3500到4000左右 本期热男嘉宾 李杰 23岁 身高1米82 职业 日料店后厨 月薪3500到4000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然后我的性格的话 比较内向 就是平常你心情爱好的话 就是在家里面 再去打打游戏 我也在追一小局吧 然后也就是因为我 性格比较内向嘛 然后也比较自然嘛 上一段的感情的话 差不多就是因为我太自然 然后导致分手的 就是因为去年 应该是去年你半年之前嘛 然后大概7月份的时候嘛 因为他工作的时候嘛 然后他让我去接他嘛 然后我觉得有点 就是难得出去嘛 然后就没有去嘛 然后在我平常的话 我也不太注重 仪式感的心嘛 接着的话 我也没有能够准备礼物嘛 然后就是因为 到时这样才分手的 然后因为上一段的感情的话 就是终结出来的经验嘛 我觉得 然后我也比较注重 仪式感嘛 然后也比较就是说 开始改变自己嘛 然后我希望就是 咱俩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嘛 然后身高1米65嘛 然后外形可爱一点吧 综合来看 李先生的职务要求是 一 年龄在23岁左右 二 身高在1米65左右 三 外形可爱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 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个子好高 1米83 而且是在日料店工作 将来的理想呢 是开一家日料店 感觉就是一个 既有创业的新器件 同时呢 又很文艺的男生 那么他来到节目当中 想找一个可爱型的女孩子 性格呢 要开朗活泼 因为自己呢 是性格有一点内向的 同时男嘉宾也说到了 他对前一段感情的结束呢 是有所反省的 因为自己可能不太懂得 关心女孩子的感受 也没有太多的仪式感 就不知道女孩子 为什么需要仪式感 这种东西 但是分手的教训呢 是告诉他 女孩子喜欢的东西 你还是要去了解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表现 是否真正起到了反省的效果 根据李先生的要求 我们为他物色到了一位 21岁的可爱女生 王小姐 王小姐的要求 李先生能否符合呢 大家好 我叫王林 今年21岁 从在阿迪达斯工作 然后身高是1米62 月薪是3000到4000左右 本期叫有女嘉宾 王林 21岁 身高1米62 职业 销售 月薪3000到4000左右 婚姻状况 未婚 我的性格比较外向 然后兴趣爱好比较多 喜欢弹吉他 然后弹钢琴 还有玩滑板 滑板是最新才学的 就是还玩得比较不熟 兴趣爱好丰富的王小姐 会有怎样的情感经历和走要求呢 我有过一段感情经历地 分手的原因是男朋友太过敷衍了 因为平时就叫他陪我一起去逛街 然后他就想打游戏在家里面 然后平时我下班的时候 他也不会过来接送我呀 然后这段感情就这样破裂了 我希望找一个1米75以上的男朋友 然后脾气比较好 然后也比较耐心一点的 综合来看王小姐的走友要求是 一 身高在1米75以上 二 脾气好 有耐心 好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1米63 长相呢也是小小巧巧温温柔柔的 应该是男嘉宾会喜欢的类型 那么女嘉宾对于另一半的要求呢 就是一定要关心自己 对自己要好一点 因为前一段感情的结束 天哪 就是 我觉得他是找了一个 跟男嘉宾同款的前任 对自己不够关心 比较冷漠一点 所以就觉得这种感情会很消磨自己 那么可能跟年轻男孩子 恋爱的女孩子都会有同样的痛点 那就是觉得对方呢 不够关心自己 当然了因为他们很年轻 他们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呢 怎么可能关心你 是吧 那么今天我们的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会有怎样的一个相亲过程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来 欢迎我们的男嘉宾小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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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年轻的时候 都是过年来过年了 为什么年轻整周奴啊 瞎盆都是往上流远 对吧 都是仰王那个世界 但是你不讲 到我这个年轻40岁以后 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了 所以你就愿意地下头 而且你就像人生妥协了 所以你要珍惜现在这个时代 但是我就说你们这个年代的人 能够穿衣服 跟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把领初的人流行的还是痒的那种传法 私伤嘛 是在回流嘛对不对 对对对 你这种私宿 我们我家把我们小时候上梯游库啊 穿那个云豆腐啊 泡泽了 没地方甩甩到地上回去 要到马腿也都是能够 你那个发现现在你们也是流行那种啊 不是不是 这是我 这是我来的 对我来是建文理堂嘛 堂那时候日圈呢 哦 好看好看洋气啊 哎 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你的工作的问题啊 就是因为你是在日料店里边工作是吧 你能给我具体介绍一下你做什么 就一些盖饭的 然后还有那个炸的东西 呃 后厨的工作是不是 对 就负责做一些加工一类的东西是吧 对对对 哦 那么每一行都需要你认真的花下心思的去钻研啊 这个就像我们对待感情一样 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是不是 只要你用心 只要你去研究 只要你愿意懂得去付出 你就可以收获好的美食 也可以收获好的感情 对不对 为什么想着要来找女朋友相亲呢 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嘛 对不对 平常自己胆子自己的 就放假 可能就在家里面看追这一剧啊 然后打打游戏啊 看看小说这一天就过去了 对吧 再一个就是父母的那个催促嘛 对吧 这么年轻父母都要开始催了啊 对对对 你自己觉得你 就是做好这种准备没有 做好了吗 年轻人嘛 对对这些跟这些更新这些都很快的嘛 今天不是一个人过来的啊 对我是和我朋友一起过来的 他那个你的兄弟啊 对 这个兄弟也有点意思 还是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来来来来 你看你你是天气冷了 头发可以当帽子 他是戴起帽子是不是头发不够啊 不是他只是单纯喜欢戴帽子 但是这个帽子的颜色好像确实好跳哦 好重新话说 有点点了这个帽子颜色啊 你平常都喜欢戴这种颜色的帽子吗 小夏 没有啊 我只是没有帽子戴了 戴你那个 那你一般戴着颜色的帽子啊 就戴黑色或者白色 今天你是想在帮他转个豪彩头吗 戴了一个 橙色的帽子 对 但是你哪个姬戴哪个帽子出来 你在哪个公园广啊 别开意味哪个 我树上截了 能够打一个广格的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吧 我就觉得他性格 好在什么地方 好在乐于助人吧 乐于助人 印象当中 我是第一次听到有20多岁的年轻人 给我形容对方的时候用到这个词 乐于助人 就是一般我父母那个年代的人 你给我举个例子啊 他比如说什么时候他会乐于助人 我需要一些事情 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找他 他就会 那 他一般还得帮他下子忙吗 还有就是帮他当聊机吧 追女朋友之类的 哦 你还帮他追过女朋友是不是 所以今天他也过来帮你是不是 对 那你想哪个当后来一个聊机啊 看他的意思吧 主要是他叫我来的 好 那今天这样啊 这个主角也在了啊 然后兄弟呢也是来打配合 聊机也在了啊 呃 那么马上我们就要见这个女朋友了啊 你曾经帮他追过女孩 今天你反过来帮他追女孩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可以我俩走一路 哈哈 你俩走一路什么意思 对 然后就蹭脱一下他的 能很高嘛 他比我高高很多嘛 然后就可以蹭脱出来 当卢爷的说哈 你觉得呢 小李怎么见面 我觉得都行 或者说是让那个女嘉宾就猜一下我们 哪个才是来这个 哦 相信的吧 就看过我们节目 然后就是让女孩猜一猜谁是男嘉宾是吧 哦 对 你看他刚说话那个样子 我都是啊 从以恋的那种仔细 哈哈哈哈 就是 参院来猜一下 随死来跳 该伤嘴两里在 言下之意就是 那必定肯定猜到的是他嘛 对不对 啊 那一定咱们走着瞧吧啊 女嘉宾能顺利猜出谁才是今天的男嘉宾们 哎 你好 小王哈 你好 呀 你这个手子 藏的 可能手都已经伸不出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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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为什么要把你今天约到这个金海湾公园来啊 天气比较好 然后呢 春暖花开嘛 趁着这个好天气 想让你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 然后呢 遇见美好的爱情当然更好啊 该就这么样吧 风景很好 风景很好 好好好 哪个天死活刷朋友 是吧 挺死活的 春天嘛 一般都是玩物複数的地方 好了 你看啊 我跟你出一个小小的一个考题 我们现在的正前方有四个男人 其中呢 有两个呢 是过路的 我不认识 还有两个呢 是我认识的 但是这两个认识的人里边 有一个是今天的男嘉宾 另外一个是他的 就他的话说叫了机 好 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话筒交给你 你可以上去认识一下他们 你觉得谁是男嘉宾 你就可以拍拍他的肩 然后给他打个招呼握个手 好不好 我猜是这个 你好 因为他选了我 没有选我朋友 其实我是挺高兴的 因为我喜欢比较高一点的 然后就选的是他 因为对外貌长相那些不是很在意 我更看中一个人的性格 因为长期相处下来 还是性格取胜嘛 所以我想后面慢慢相处 然后了解的更多一些 第一印象之下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触的 当时看到这女嘉宾的时候 我感觉吧 还是和我朋友挺般配的吧 感觉他那个性格上 和一些方面还是挺配的 你刚刚说话 那个感觉啊 都跟那个事聊点 那个门口说欢迎光临 是一个调子 说的点不走心点不亲切 点不动情 那再给你自己会说一会儿 让个大二招呼给不个美丽 那么三二一 你好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要做窗边的还是要做包件 走弦都是真轻一点 这个是这种都是小手枪 你好 欢迎光临 我给你思考一会儿 你好妹妹 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你 男哥 男哥你妈是年轻人士 好好好都认识了 好这是今天的男嘉宾 小李 这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小王 刚刚这个其实见面的方式 也是男孩自己提出来的 他是说他很有信心 你会猜到他 实际上因为美女喜欢的也是那种 财种 高大的男孩是不是 所以说一哈都财到其了 了解 了解 可以出来了 了解 旁边哪个了解 在旁边一直闷着埋伏去 你先撒心脏子感觉 刚才想说你在后面 人不让个大眼 帽子还要大眼 像后面有个巨股杆一样 很不爽 还好吧 应该肯定是选择他 因为他比较高 好 其实今儿兄弟 小翔 他今儿过来 坐是来帮你们服务的 然后你们比如说 要吃的啥子 活的啥子 包包啊 种呀 这些都交给他 你们两个都安心自己人事 好不好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安排呢 逛一逛玩一玩吧 行 我觉得也挺好的 多呼吸一下 这个室外的空气 天气这么好 在公园走一走 然后走到什么时候 你们觉得这个地方感觉不错 就可以坐下来 你们再聊聊天 好不好 两人第一印象都很不错 深入了解之后 他们还会对彼此印象这么好吗 要不要吃辣面 还是有个买两面的 要不要吃点 不用了 你要到这边去买一份吧 那我先帮你去买饭 我们这儿休息了嘛 好 那你说你平时喜欢打游戏 你打游戏会不会骂人呢 会骂呀 生气了肯定要骂呀 啊 不骂别人心里面不爽嘛 不是有句话说得很好嘛 腿越不越想越急 人一丝越想越亏 就害怕这种情绪 会不会带到钱 生活上如果我们在一起了的话 就是我特别害怕这种脾气 特别暴躁的人 就像希望有耐心一些 不会啊 我平常生活中的话 我对人都是很 不会说情绪话嘛 我反映我其实很多朋友会说 家人的话 对我那种情绪话来说嘛 其实有的话没得嘛 就说我很会 对 好 谢谢 这两个勺子放一起来 亲友团买来了冰粉 看来后勤工作 做的还是很到位嘛 嗯 就像我一下 那就你现在的工资 就是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就是比如说房呀 车呀这些 房子的话其实家里面已经买了吧 然后车的话 我爸的话现在 就是说前几年的话 又买了两s uv吧 嗯 就是你们家买了房子 但这是你们父母 他们以后住的房子 还是 如果以后可以在一起的话 还是我们单独住的房子吗 是 以后在一起住的房子吧 但是如果说需要的话 我可以后面就是说 自己存钱 然后就是说自己买个房子就行 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年纪比较小嘛 然后才大学毕业 所以说这个的话 我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嗯 就是说 但我对未来的话 是有一定的规划的嘛 毕竟做事情嘛 你肯定是要有计划的嘛 嗯 你不能说是今天看今天的明天看明天的嘛 那你就是对以后有没有什么规划呀 就是现在你这个职业 就是有没有啥子更大的前进去发展 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以后的话 其实我想的话是现在就是学一点技术吧 就是学好做这种 你这种吃力的技术嘛 然后以后自己开一家电子 你不一定 不用说开始这样嘛 你可以说 开一家那种 只做太小吃啊 或者说之类的一点嘛 嗯 我就自己当老板 给你心中更开心一点嘛 就直接开个电 然后学到他们的经营方式上 再去开一个自己一点嘛 对对对 我还是觉得嗯 还挺很不错的 嗯 因为他现在还比较年轻嘛 然后后面的发展空间还有很大 虽然现在房车车子自己都没有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奋斗一起努力的 你刷过几个朋友 嗯 三个吧 大概简单说一下吧 嗯 嗯 就是第一个的话 是因为我过于自然了嘛 嗯 然后还找到新的下家了嘛 嗯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因为我发现他是个海王嘛 想问一下就是你对于感情的话 就说你是就是比较专业的话 还是说就其他的男性朋友这一点嘛 有些交往啊 嗯 我有挺多的异性朋友 但是我本朋友和男朋友拎得很亲 我觉得朋友就是朋友 异性朋友就是异性朋友 如果在男朋友 他就是不想让我跟那些朋友去玩的时候 我是会听他的话的 因为我觉得因为是男朋友嘛 应该更注重他 就是应该更 对他更用心一些 异性朋友他们 就是在你男朋友就是应该对他们就是比较 应该有一个自己就会疏远一下他们 因为毕竟是要有个分界限嘛 我就想问一下你朋友多不多平时聚会啊会不会很多 因为我虽然很外向 但是对于陌生还是不是很想去交集这些 因为我前面说了嘛 李先生与朋友这样的对话 我刚才有一个人家的女人家有一个雷香感 我可能会有点雷香感 有点 你就活不来吧 你觉得呢 小问题 刚刚我里想一个女朋友的 那还我 活不好 你那个他也想 你也雷香 你也会腹部一下 你知道不会再遇到还我那样的东西了 啥子还会避免啊 而且一玩嘛 一开始结明啊 开明是那种很内心啊 不用说 可能慢慢接触之后 就会有其他的吧 可能就不这么内心 可能还外向一点 还会好交流一点 真的呀 可能还无限结束 万一可以啊 我觉得我跟他聊天其实还是挺好的 但是他还是有点内向吧 我觉得 就是交流的话 还是稍微有点那个 拽的吧 就我朋友刚刚一开始觉得他比较内向的时候 我的想法就跟他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性格的女生 可能对他来说还会好一点吧 因为他的一些经历嘛 所以说 我觉得这样反而比较好一点 但是一番聊天之后呢 男嘉宾倒是先产生了质疑 他觉得女嘉宾这个性格 并不像他说的那么万象啊 他可能很内向 那我跟他在一起 岂不是以后更没有话聊了 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 那可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的亲友团就出马了 你看他是怎么劝解我们的男嘉宾呢 他说你看你的前女友也就是一个海后啊 他性格外向活泼呀 但是你看身边的这个男生无数对吧 你看我们的女嘉宾虽然说性格不是那么的积极主动 一个姑娘第一次见面 她不应该有这样的矜持吗 也是这个话说的是非常的好 同时呢我也有一个质疑哈 你说男嘉宾之前居然自称是亲友团的疗鸡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世界上有内向的疗鸡这样的生物吗 倒是亲友团今天的表现还挺给力的 我就觉得他真的需要你帮助吗 如果你真的有你所说的疗鸡的功能 能不能发挥一下在今天的相亲过程当中呢 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须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之间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百年红毛品质如今 养肺正当时 气短闯壳肝壳腾年 你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治疗壳痰 请用养无急盘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 永泪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秘制而成 药量足药进墙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男嘉宾竟然觉得 王小姐的性格有些内向 这可如何是好呀 我这个人不但是话多 而且我这个是千里眼顺风耳 然后你们俩刚刚在那 说的悄悄话 其实我在这边也听得很清楚了 刚刚的小湘 其实也是在劝自己的兄弟 就关于女孩性格这个问题 我也说说我的想法好不好 首先第一 就是女孩 她肯定第一次见面 相对来讲 她会矜持一点 对不对 除非真的是那种性子里面 非常外向的女孩 她才会那种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感觉人来风一样 很活泼很开朗 但是一般的女孩来讲的话 第一次见面 她还是会稍微的 就是收敛一点也好 或者矜持一点也好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女孩 并不一定完全就是她 本身的性格 然后第二 我觉得就刚刚 其实兄弟讲的那个话 我觉得也很对 吃一切长一智 对不对 你之前既然有过这种惨痛的教训 那么你以后 你尽量就要去避免这种可能 你如果真的是一个 来了以后都给你把肩帮打气 成胸倒底 能够活在转的 是不是 那更不行 所以我觉得性格这个东西 当然每个人不一样 都是有利有弊 关键看你自己怎么取舍了 当然对于我们今天女嘉宾来讲 到底她是什么样性格的 我觉得需要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一下 她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沉默寡言 性格内向的女孩 还是说她可以通过她自己的方式 来表达她的热情 让你看到她另外一面 你想不想去更多的了解一下 可以 那我们就给女孩一个机会 看看女孩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 来展示一下自己 好不好 我们把她叫过来 她姓什么来着 王 几大气力 小王 小王 你自己的性格 你觉得平时 比较内向还是比较外向 比较外向 比较外向 比较外向的也特别 比较慢热一点是不是 对就慢热心那种 不是特别自来手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自己也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这种性格的女孩 走起来也第一次 咋复复复的 我可能发生有点接受不了 是不是 你自己的性格 你自己平时 你觉得你的这个外向的性格 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 你的兴趣的爱好 或者是你喜欢做的事情 弹吉他 我也会弹吉他 你还会弹吉他 这个有多久了弹吉他 两年了 两年了 当时自己学的吗 是自学的 怎么会想着要学吉他呢 因为喜欢 我觉得弹吉他好听 然后我就学了 我觉得我朋友还有主持人 就劝我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试一试的 为了展示自己开朗的一面 王小姐决定给男嘉宾展示弹吉他 刚好我们向父亲的热心观众 借来了吉他 她的才艺展示 能够让男嘉宾改变看法吗 我给你弹一首歌 好 一身一身 有眼睛 晚天都是小星星 混淹天不像天光兵 我像是多少眼睛 一身一身 有眼睛 一身一身 ��� 边都是小星星 你平常喜欢唱Yewakthrough吗 对 出浓台的话 你还有没有 就是希望喜欢打什么游戏 对 打王这一种也 哦 有什么短位哦 行要短位 可以一起双拍呗 可以 你平常喜欢干啥子 喜欢你家里面打大游戏吧 或者偶尔出门的话 打月貌球大篮球之类的 我也喜欢打篮球 也可以一起玩 就是我现在是在 一个日料店做好处嘛 然后对于很多日料上 我还是挺会做的嘛 就看你喜不喜欢吃这两毛 然后特别喜欢吃球刀鱼 哦 哪个我整个好 今天会做嘛 就是这样嘛 要配上礼物的话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嗯 可以下次做一次吧 好好好 因为相处下来 我给他弹过吉他 然后聊过一些话题 我觉得我们的兴趣爱好 比较相似 这个相处之后的相处 应该也会变得很愉快 嗯 他跟我谈那个游客莉莉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嗯 还是挺可爱的 特别是那个小行星 我觉得嗯 真的有种回忆童年的感觉 毕竟这首歌基本上 很多场合都不会放嘛 就是基本上很难听到了吧 好 刚刚虽然我们没有听到 这个小王给我们演奏 他最擅长的吉他 但是呢我们刚刚听到了 吉他的简配版 游客莉莉 好 谈得这么样 觉得我觉得挺好 就刚刚你听 吕家宾跟你谈那个 游客莉莉 谈小行星啊 边弹边唱的时候 你当时什么感觉 我觉得嗯 挺好听 就那我有种童年的感觉吧 这首歌其实很多年没听到了 就是 要说的话 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听到 后来再也没听到过 这种 这个激烈真的是还好 确实 都有一种就是在思想的无碍下 对不对 有种像碎脚的感觉 差不多 好 其实吉他本来就是一种很 很浪漫的 也是很 就很容易被大家接受的一种乐器 对 早几年 在校园里面 吉他 最治愈的 最治愈的 对 而且 民谣啊 这都会用 很多男的 对 而且很多男的都喜欢用吉他来追女生 对对对 说到这一点 其实我刚刚也想说的是 早些年在校园里面 吉他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 你们听说过没有 没听说过 你听说过没有 没有 叫爱情的从风枪 对 就是因为以前在就是校园里面 在宿舍的楼下 有很多男生会拿着吉他 然后把这个歌唱给自己楼上的 女生寝室的心上人听 而且百事不爽 就是因为这个很浪漫 所以很多女孩都会被这样的很帅的男生 给打动了 所以叫爱情的从风枪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其实我觉得因为学吉他的男孩 比较多 学吉他的女孩真的比较少 弹吉他可能手会有点疼 然后他们忍受不了这个疼 然后就放弃了吧 学的时候手会弄破吗 不是会弄破 他会去抹剪子 抹了剪 就抹剪 剪子 你现在手上有吗 有一点点小剪 因为也有段时间没有弹了 但是其实一直都在放着有吉他 女孩一般会把手比作自己的第二张脸 对不对 所以女孩会做什么指甲呀 做护手霜啊 是把手弄得跟脸一样的漂亮 很多女孩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不太愿意去学吉他 他自己的手变丑了 对不对 那难道你和其他六二都不一样吗 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嘛 我就是没有很在乎这些东西 这个从另外一个层面就看得出来 小王的性格 我觉得他性格其实应该是那种 比较大大咧咧的 比较外向的 比较奔放的这样的性格 所以你看他玩滑板也好 打篮球也好 体育运动本身也是一个人的性格的一种表现 一般喜欢体育运动的人 喜欢音乐的人 性格都不会太内向 一会有机会可以跟他学会一会 好多些一个小时 不收你钱了 不收你钱的 那么吉他完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因为天气这么好 我们还要不要再做点其他的一些什么事情 可以骑机车 我觉得现在天气特别好 可以兜兜风 你会骑吗 我会骑 你会骑是吧 男嘉宾会骑吗 我不太会 不是第一个篮子吗 他的脸直行车都不会骑 因为小时候其实会 但是后来再也没碰过这个东西 然后后来就渐渐忘了 然后因为长大了嘛 身体也比较僵硬了 好那不会 不会正好今天有这个机会 如果有教练教你 想不想学 想 可以 可以 你看今天又听了吉他 然后完了 如果还能多学会一个自行车 不是更好吗 两人的关系有所缓解 接下来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进展呢 你轻轻轻轻轻轻轻一下 启动就不要 在去走 右边你手 轻轻轻 轻轻 轻轻 往下 你轻一点 轻一点 再轻一点 再轻一些 再往下 往下你嘛 往下面呢 嗯 对 喔对 慢慢的 就要你觉得它动了 然后你就慢慢的 走 走麻烦 往上 然后八字 往这边往这边看嘛 慢一点慢一点 你不要走太快 你觉得车要走的时候 你就把它松一点就行 然后你再走 你嘛先你 你脚先不要放上爱队 对保持平衡 你会直接撑到 我怕你点摔到不好扶 爱队这样子慢慢点 对要做事先 对 车只要动起来着就可以 这样双脚轻轻一点地 你起太快 你又有点撒不住 按住嘛 你不用太急 你不用太早急 往右边 你再往前开嘛 感觉好难 这个不难 这个很简单嘛 你不要怕刀嘛 一般龙头覆车 它车就不会刀 你自己保持在一条平线上 你自己保持在一条平线上 啥啥啥 担心我也就消不回 要不就先骑下去刷嘛 在旁边看你嘛 你再修我一会儿嘛 因为这个还是挺好设定我觉得 算了嘛 算了嘛 要不开始看你起吧 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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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看能够起嘛 要先起我跟一眼水 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呢 来来来来 小李 来 我们先把车放好 把这个 把这个下面那个踏板弄下来 哎哎哎哎好 哎呀你们这个 骑过去大概还是有可能20分钟有了吧 啊 因为我现在这个老胳膊老头 我也追不上你们啊 好 那我就问一下 就刚刚这一圈兜了一圈回来以后 哎 小李学会了吗 没有 哎 没有 没有 但是你教得不好我是不是 哎 我教我挺耐心的教了 可能因为平衡力不是很好 又有点不太好学吧 哦 说我自信才这个东西 最开始肯定都要大而普 怕的哎 你是怕吗 可能就是心里面不怕 但是可能就身体有那种反应吧 好 我来问一下小李啊 你小时候骑过自行车没有 奇怪 小时候骑那种大大就特别会骑 啊 那你小时候都会骑 那个张大了方而还骑不回了吧 不知道 可能是身体太僵硬了嘛 反正人太懒了 嗯 这不是像游戏大多了我跟你说吗 好 那你现在还有没有兴趣继续学下去 没有了 不是说真的要就要把它学会 那学不会也没有关系啊 哎 以后有机会再学 好不好 啊 行 哎哎哎 你反正至少说从今以后 你要多挣点那种服务啊 你很多不要老是打游戏了好不好 行 那咱们就把车归还在原处吧 啊 啊 好 别给一个驴儿来 你个走 你把他推过去啥 但是前面叫他骑自行车的时候 他变得特别没有耐心 然后还是觉得挺不耐烦的 然后我对这个也挺 挺不满意的当时那段时间 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怎么说呢 对就是对异性的话 这些东西我就毕竟男人嘛 都是有表现欲的 我觉得我没有 就是我觉得不会就已经够丢脸的 然后还 然后还学不会 男嘉宾的行为让王小姐的心里很不舒服 静止走到了马路另一边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须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之间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养肺症当时 气短闯壳 肝壳谈年 你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治疗壳谈喘 请用养无急盘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 永泪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 密质而成 药量足 药尽强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抱抱一说就是 我们说好好的嘛 他平常都不是一种 说的是感觉 他今天第一次和你见面嘛 然后他又不擅长那个 可能脾气就有点差嘛 但是他平常确实不是什么 他平常啊 脾气啊 耐心啊 那些都是很好的 今天可能只是遇到点情况 但是我觉得就起车这么个事情 这些情况他都 就光起个车他都觉得就是很没耐心 我觉得就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吧 可能是想在你 原本想在你面前好好表现一下的 结果呢 他又自己又不回 然后学了半天啊 他也学不回之类的 可能可能也有点不舒服嘛 但是他平常真的不是这种 可能今天 只是为了在你面前表现一下 然后就很着急嘛 着急之后他就 整整人也没有耐心了 他其实可以好好说 我觉得他都 有点酸链色那种感觉 就感觉有点凶 不好的方面 我肯定跟他讲 然后他改了那些不好的 下一次 觉得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因为他生活说的好等嘛 我肯定可以了解他 当时我朋友 生气闹小脾气的时候 我就挺着急的 我还是想着去帮助他们 尽量地撮合他们两个吧 朋友过来劝劝 我觉得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心里还是有一点的小个影 亲友团的一番话 总算是让女嘉宾改变了想法 那此时男嘉宾又是怎么想的呢 男嘉宾竟然出乎意料地 要去给女嘉宾准备礼物 他会买到怎样的礼物呢 女嘉宾会喜欢吗 好来来来 小李快点过来过来 好 因为天色也不早了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做 今天最后的选择了 然后你刚刚到哪去了呢 我刚去买礼物去了 就手上拿的这个是不是 对 盒子这么大 这是什么 你给我们先说一下 让它自己看吧 你先告诉我 你猜一下有可能会是什么 除了花就是项链 有可能是两朵 比如说几朵玫瑰花 拼的一个盒子对不对 来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还包了一层的 小心 万一是 比如说金条一类的 我真不想在里面吃啥子 但是凭借我多点丰富的 送女嘉宾离物的经验 我猜到些结果里面又有一个盒子 好 这个袋子打开里面不可能再有盒子了 还装不下 到底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包装袋 桃灯桃 哦 是一个项链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月亮的项链 有什么说法和讲究吗 是有这么一句话 重视千万星光也敌不过灼灼月花 所以我是送一个这个月形的这种项链 打开的意思都是说 不管那些外面的新鲜 那些旅新鲜 再漂亮 再耀眼 再多 再吸引人 在她的心目中也敌不过你 像月光一般的明亮和山耀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除了送礼物 表达我的心意外 我也是想说就是很抱歉 就刚刚我不该发脾气 我觉得男孩子嘛 就不应该就是 我有这么一点小破事就生气嘛 然后再一个我就听我朋友说了 毕竟追求女神嘛 你肯定要送点礼物什么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那个 因为就之前就看小说的时候 就想就有这么一句话嘛 就千万星光敌不过灼灼月花 我觉得就所以就挑成那个 月牙型的项链嘛 就我就挺适合的 你看你干啥个火毛的鬼喽 好 那意思就是说呢 这既是男嘉宾今天 对于你的一次告白 同时呢也是对于 刚刚自己的这个行为的 一种这个歉意 那当然我觉得此刻 那这样的一个项链 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对于你们俩 今天是否要牵手的一个选择吧 小王你愿意接受男嘉宾的礼物 就代表着 你愿意跟他牵手 好不好 那如果说你不愿意 跟他牵手的话 我觉得确实 这么贵重的礼物 就不方便收了 你也谢谢他的好意 好不好 来小李 你就把这样的一个礼物 拿在你的手上 待会我倒手三二一 看一下我们的女孩 愿不愿意接受你的项链 作为礼物 好不好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一杯药酒百草香 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须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之间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百年红毛品质如今 面对男嘉宾的深情告白 女嘉宾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好 我们看一下最后 我们的小王 会不会接受我们男嘉宾的礼物呢 三 二 一 来 小王请选择 之所以选择 她是因为她前面 就是很 在这么忙的时候 她还过去买了礼物 然后过来送给我道歉 然后觉得还是挺用心的 之后就是想 还是觉得她还是很不错的 好 恭喜恭喜 来 我们都面朝大家好不好 好了 这个女嘉宾也接过了这个项链了 首先第一 祝贺你们 牵手成功 当然我觉得项链不是用来看的 项链是用来戴的 是不是 那小李 你要不要亲自为女嘉宾戴上这个项链 之前有没有帮其他的女孩戴过项链 我看你本次奔着我样子 应该也没带得够 小李 你自己说漂亮 漂亮 项链漂亮 人漂亮 都不漂亮 也许话说得好 我觉得此刻这个阳光刚好洒在这个项链上面 也显得这个项链特别的耀眼 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 你们第一次认识的这样的一个爱的心物 能够让你们接下来的爱情也越来越闪亮 再次的祝贺你们 好 今天的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在我们非常给力的 这才是真正的聊机好吗 这样的亲友团的助力之下 我们的男嘉宾是表白成功 两个人牵手了 那这里呢 就要给到男嘉宾一点建议 你说你在前一段感情当中是总结了得失 其实是学会了要了解女孩子的需求 要去追求仪式感 但是我认为没有学到 嘴上说得容易 落实到行动上还是一片空白 你今天看一下节目的回放 你在那里搭背撒起力 刷搜集力丝和力表显 真的是很差劲 还是要在恋爱当中真正的总结和反思 把对女孩子的好和仪式感这些东西 落实到行动上 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一杯药酒白草香 致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时比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妇女 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事件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百年红毛品质如今 养肺正当时 气短闯咳肝 肝咳痰年 你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治疗 咳痰痰 请用养屋急盘补肺完 祖方源自600年前 永泪前方 精选六位中药材 秘制而成 药量足 药劲强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完 好的各位啊 今天是完美的天气 最后是完美的牵手 所以我觉得呢 幸福呢 都是掌握在主动的人手上的 所以正在看电视呢 各位与其你在家里 羡慕别人的爱情 不如呢大胆地走出家门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希望爱情来到你的身边吧 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 今天节目嘉宾的个人信息 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 8805 8805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 龙库西一场二楼 凡人有血线下 婚恋服务中心来 直接报名 爱情考争取 我也不放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再见 她和她才刚刚见面 却为何互相嫌弃 场面尴尬难堪 我不喜欢这种风格的 我喜欢的女性嘛 我看了就挺不舒服的 她就是随便 随便穿了就出来了 用餐过程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又是他们对彼此 大家赞赏 我感觉挺细心的 然后让我对她第一面的印象 有一点改观了 来到男嘉宾寝室的楼下 为何发生了这样意外的一幕 电话里的男人 到底爆出了什么秘密 竟使女嘉宾如此震惊 你说一下她的为人怎么样 听到她哥哥说的这些话 就完全震惊了 经历重重波折 他们最终能否成功牵手 凡人有喜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感谢观看 大改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